在今年夏天的自由市场,NBA的球队与球员做了很大的调整,而且球员与球队之间的交易十分频繁。 这也让人对下赛季的比赛充满了期待,门罗被交易到猛龙,门罗要是放在十年前,没有一千万美金真拿不下来,而如今,猛龙高层和猛罗谈判,从530万,谈到了220万,可见门罗的实力,已经没有人再愿意给他更多的机会了。 莱恩·布罗克霍夫签约独行侠,该球员是第一次登上NBA的赛场,他之前在土耳其和俄罗斯联赛打球,在欧洲联赛场均不过,才8.1分4.0篮板。 许多球迷表示看不懂酷般的这波操作,西奥平森签约布鲁克里蓝网,他是一位2018年的落选秀,在重建的蓝网队可能会得到更多机会去证明自己,或许通过自己努力,他就会是下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,G.R.史密斯。 作为斩姆斯的小弟,一直在辅佐着斩姆斯,如今斩姆斯离开了骑士,加盟了胡人,大哥离开之后,G.R.史密斯也被放到了交易篮中,但是,有可能是今年决赛时的一些失误,让很多球队都不敢对J.R.再有什么想法了。 欧努阿库,是火箭的旧将,但是被交易到了独行侠,火箭不仅仅是将欧努阿库作为交易筹码,还有钱和选秀权,在独行侠拿到钱和选秀权的时候,直接将这位火箭的旧将欧努阿库给裁掉了。 看到这里大家心中有什么想法和看法,欢迎在下方,进行留言评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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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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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